哈喽大家好我是岸城 喜欢这个提神解说系列的观众们 麻烦多多三连支持一下啊不吧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啾啾的起码冒险不灭钻石之中 胖重的提神收成者了 这个提神的名称哈菲斯托 是取自于加拿大歌手 尼尔帕西瓦尔扬的同名歌曲和专辑 这个提神是更为罕见的复数型提神 其每一个基本外形都只比鸡蛋稍微大上些许 整体呈现金子两色相互排列的条纹 具有两只腿部和四只手部 每只手又有三根指头用于抓握 外层覆盖有外壳 但头顶却并未在防护范围内 外壳和头顶的相连处啊 可以塞入类似硬币大小的物体 作为运输储藏 而额头处还有一个孔洞 在需要时可以伸出空心针管 对液体的搬运进行吸取和注射 这样的单个提神胖重一次性 最多能召唤出500个作用 聚合在一起才是其提神的全部精神能量显化 而作为一个远程自动性提神 它的提神能力便是按照指令 收集和运输 搬运某种某类物品到指定地点 在猫号中我们能发现 胖重的提神其实并非是大多数人猜测的那样 是一个远程操作型 首先胖重无法进行远程操作型的最基本能力 就是其名称上所归类的能力 远程操作能力 说明者不但无法共享视线 也无法在远程范围内接受其余指令的覆盖 甚至基本不反馈任何伤害效果 这和远程操作提神毫无关联 相反的 说明者就和自动追踪型提神一样 根据既定的指令 切实地完成任务 哪怕被打得半死 只要有一口气在 也必须完成指令中的任务 完成后或是被强行破坏才会消失 不反馈任何普通伤害和效果 即便本体受到干扰 也能继续行动 哪怕本体死亡了 只要任务条件满足 依旧可以短暂 或者是卡bug类型的继续行动 这里就解释了 为什么受生者在帐助的人发现后 依旧是继续任务 为什么受生者每次都需要胖众下达指令 才能行动 为什么受生者被破坏一定的数量 也不会返回伤害 为什么胖众被炸死了 受生者还能继续引动和执行命令 和同为自动追踪提神的黑暗 以及沙皇小车一样 受生者在进行任务的时候 也会有口屁 那就是 这句台词 不过相对的 这些自动追踪提神 对于任务指令都不是很精确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受生者的指令模式应该是 在某某某范围内 找到某某某 并送到某某某身边 例如 在小镇范围内 找到所有仪器的硬币 并送到我的身边 在小镇范围内 找到所有丢弃的彩券 并送到我身边 像在街道附近找到酒水 并送到帐柱和液台的血管里 在这里找到我 并送到楼顶安全的地方去 在这里找到树叶 并送到我身上 在这里找到我 并送到草丛里躲藏起来 在他手上找到硬币 并送到我身边 以及最后一道指令 在学校里找到帐柱 并将扭扣送到他身边 在下达最后一道指令后 即便胖众被杀死了 收生者也会继续完成任务 并且在说完 有就是完成任务的那一刻 才会彻底消失 针对战斗力而言 在某某中也需要考虑到 实战经验这一点 像即便胖众的提神收生者 具备着强大的作战优势 其数量众多 其不会反馈伤害 其按指令形式 其可以反复召唤填充数量等等 但缺乏作战经验的他 就和康一一样 会在面对成熟的对手时 反复吃扁 甚至是搭上性命 这次阿强为了避免自己的长辈 犯同样的错误 而反复带其上分的原因 提神面板 破坏力 精密度 E 虽然每一只的力道 都十分的弱小 但压强 毕竟是会因为接触面积小 而变大 即便是只有E的力量 但那细小的针孔 仍然可以对人类的皮肤 眼珠 血管的脆弱的部位 造成一定的伤害 而正所谓以多咬死香 一个小伤口 没人会在意 可500个小伤口 那就得进医院急救了 这正是胖众对自己实力 过于自信的根本原因 庞大的数字 可以让这个微弱的E 上升到足以秒杀人的A 精密度倒是和大多数 自动追踪替身一样 过于粗糙和不堪了 好在数量可以弥补 设定好的任务 也无需考虑精密度这一点 速度 B 其身躯虽然渺小 木子卖不了多大 但仍然具备着 让十来岁高中生 凭了命才勉强追上的 超级速度 射程距离 持续力 A 毕竟是自动体身 根据其说法 至少是覆盖一个小镇 如果不是因为父母的担心 和受教育的原因 其射程必定远远超过一个小镇 持续力也是如此 像长期战斗的 根本不成问题 成长性 C 老规矩 我倒是猜测其成长性的 应该是会加强其他面板素质 而不是能力上 那么接下来回答一下 收集到的粉丝提问 1 收成者有复数个体 如果瞧你的爪弹 只打到了一个上 本体会怎样 答案是 这点之前我记得在 米斯塔那一期 貌似回答过 要么就是在牙的那期 反正是说过的 替身就是你的精神能量 自动追踪性 虽然不反馈常规伤害 但替身的存在 也依赖荒木宇宙之中的 重力法则 而只要有重力法则的存在 牙的攻击 就会对你的一切取消 你的精神一部分 中了无限辉旋 那么你就中了 2 收成者能不能偷走遗体 在没集齐的情况下呢 答案是 完全可以 连动物 海水 大自然的一切 都可以收集遗体 但你如果是带有 收集遗体目的的话 那可就得准备好 获得遗体后 所面临的死亡考验了 3 收成者可以进入 别人的脑子里 把猎人这一类的 寄生型替身给挖出来吗 答案是 做不到的 多少你还是得考虑一下体型吧 那不论是近距离力量 远程操作的话 你看胖中这种自动替身 基本做不到强制缩小的 当然了 如果你能把鸡蛋塞进耳朵里 那倒也没话说 或者你有阿强的 白金之心那种精密度 能做到握住心脏的部分 却不让替身手臂的 其他部分干扰到躯体 4 如果马杰特 开启了20th century boy 说成者能不能偷走 马杰特身上的硬币 答案是完全可以 在马杰特开启了20th century男孩之后 他只是不会受到伤害罢了 就连普通人都可以掀开他的衣服 5 如果收生者对上法皇结界 然后让收生者同时弄断结界 能否让花花误以为是收生者能力是实停 答案是 事实上虽然有夸张的成分 但有花经院可以通过法皇精确判断到毫秒内的锻炼顺序 而收生者那个精密度 不可能完成的吗 6 为脊梁精 用硬币炸死一个收集者 胖仲却给人一种打掉200只收集者的感觉 答案是 胖仲是被近距离的硬币炸弹炸的半死 而不是因为收成者死了一只受到的反馈伤害 换而言之 你多你也嘛 7 如果胖仲中了恶魔夹锁 会不会因为收成者的数量被卡死在原地 答案是 首先胖仲甚至可能无法像徐勒 要发现自己是提神使者 更不可能找到反制的办法 其战斗天赋当真就是零罢了 8 普通人是不是会看到一堆浮空硬帝和邮票 答案是 诶 没错的 毕竟收成者没有任何实体不解 9 这个提神用来暗杀效果是不是很好 答案是 没错 首先啊 如果是用毒药注射 单凭其细小的生果完全可以做到无痛或者是微痛的水平 如果是带有麻醉效果 例如酒水之类的液体 甚至杖柱和液态都没怎么发现 10 收成者只能收集实体了吗 还是说可以收集体身 答案是 你看如果是那种无法反抗 或者是不愿反抗 或者是力量低于收成者 或者是本体和替身你可以被搬得动 那自然不成问题了 11 劳三问 如果收成者执行的指令 拿的目标路径要经过光闭 那他能不能直接穿过 或者找个神奇的地方绕过去 总不能是直接绕地球这种逆天路径吧 如果收成者去搬马杰特 那马杰特开替身后 是把他当成替身攻击 直接防掉还是当成单纯的力被搬动 答案是 首先光碧不在这个世界上 是多元宇宙的边界 你接触到就会被传送到任何一个地方 并且化为灾厄 只有大总统以及女神露西会被允许安全的进入 其次 谁告诉你光碧环绕地球一圈的 而至于马杰特 你不伤害他自然可以搬得动他了 就和当时的马车一样了 如果使用替身手段 也就是攻击的方式 例如大总统对他使用加注的手段 那大概率是会被转移走所有的能量 从而无法造成任何效果的 12 收藏者有没有数量限制 假如说有一只收藏者被轰炸空间消除掉 是一直空缺呢 还是他没事呢 答案是 自动追踪嘛 就算被完全消灭了 只要再次释放命令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很安夜的三 不用管 除非是重力影响之类的 你看公路之星的追踪模式吧 他躺在医院就没事了 你看波尔波吧 他躺在监狱里就完事了 你看脊梁精影三 去喝茶就完事了 你再看胖粽子啊 坐在躺椅上就完事了 根本不用担忧 除非对方是掌控重力法则 或者说是用重力范围攻击 因为是复数的类型 你只对一个施加重力 也是难以反馈到本体身上的用 但如果是像星月这种 三公里的范围AOE 那就可以完全覆盖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下一期我将介绍的就是 哦 是大家都想看的大猫猫啊 那么别忘了三连 和预约杀手皇后的特殊解说 我的还有一款小说 一天效应正在 希望中文堂堂连载之中 希望有心阅读 和我一同体验 未来世界的小伙伴们 加入收藏并持续追溯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